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美亚的CEO换人了 日经亚洲刚刚曝光了一则重磅消息 华为在上海青浦区数万人的研发中心 设立光刻机研发生产线 荷兰那边的芯片设备巨头的新CEO 就立刻走马上任了 第一个任务就是稳住中国市场 并应对美国滥用科技制裁的挑战 中国买了300多台的阿斯美亚的DUV光刻机 而美国却逼迫着阿斯美亚停止售后服务 撕毁采购服务协议 此举摆明了就是耍流氓 美国想阻挡中国芯片发展 削弱中国的芯片实力 因此阿斯美亚公司就成为了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 大格局是荷兰政府根本扛不住 而阿斯美亚则是欲哭无泪硬顶着 美国持续的施压不撒手 美国不断扩大和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 对中国科技封锁的措施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表示明确的反对 认为美方的行为违背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 破坏了全球半导体产业的格局 冲击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 尽管阿斯美亚公司在光刻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与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半导体代工的巨头之间 存在着互惠互利的关系 美国施压导致阿斯美亚公司 无法向中国供应多款的DUV光刻机 这对于阿斯美亚公司的业绩 当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是光刻机的第一大市场 而在此之前 荷兰政府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 已经部分吊销了阿斯美亚公司 向中国出口NXT-2050IA和NXT-2100IA光刻系统的出口许可证 汪文斌就指出了 美方的行为是霸道霸凌行径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 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美国之前的做法是施压荷兰政府 并且要求其限制阿斯美亚公司 与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 尽管我们知道 阿斯美亚公司在去年得到了荷兰政府的批准 获得了向中国出口一部分光刻机的许可证 但是这样的许可证也只是到今年的中间阶段 年终时刻就真的已经彻底结束了 那么后续看起来也不太可能获得新的许可证了 美国施压荷兰的行为开始在2019年 当时的特兰普政府时期就开始推动 荷兰政府禁止向中国销售阿斯美亚的顶级极紫外光刻设备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 这种施压就持续进行 导致荷兰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 美国在2023年10月发布了新的出口管制规则 限制向中国出口特定型号的中高端的DUV净润式光刻机 美国的施压行为在荷兰国内引发了很多的不满 一些荷兰的议员认为这影响了荷兰的战略自主性 并且损害了荷兰企业的利益 那么综合上面的信息很清楚的能够看到 美国对荷兰阿斯美亚公司的施压行为 是基于其对中国科技封锁的更广泛的战略 这不仅影响着阿斯美亚公司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关系 同时也引起了荷兰国内对美国 不但干涉其自由贸易的一系列的后果的不满 但其实很清楚的 美国所做的一切似乎有点太晚了 中国现如今成熟芯片制成的芯片规模 正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中国半导体2024年第一季度产量大幅度增长了40% 为了达到35%的半导体自给率 中国正在加速扩张芯片产能 而西方的阿斯美亚、排极店和苹果的股价 可以说是纷纷下跌 三家芯片科技巨头 代表着先进芯片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 财报通通不及预期 此消彼长的战略格局已经形成 中国距离彻底摆脱美国的芯片束缚 也只剩一步之遥 美国为何对中国的半导体发展会如此的泄似底里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段过往的历史 也是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就是当初美国的半导体是被阿斯美亚以及台积电反超 美国媒体就认为过去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忽视了它的重要性和发展 导致美国芯片史上的一次史诗级的失误 美国媒体最近连续发表文章就反思了美国在半导体过去几十年发展的过程中 从一开始的领先到最后落后的原因 其中就包括本土芯片巨头英特尔的误判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我们为大家做一点整理 首先第一个就是战略层级的失误 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发展的早期发挥了关键作用 很多原创的专利基本的半导体的原理等等呢 也都是从美国最早通过基础科研研发出来的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荷兰的阿斯美亚公司 垄断了半导体的设备市场 而亚洲的台积电以及三星半导体 则主导了先进芯片的生产 那么我们说EUV光刻机的重要性 这件事情美国方面也有着重大的误判 我们知道EUV叫做极紫外线光刻机 是当下制造尖端芯片的最关键技术 对于推动人工智能等一系列的技术革命至关重要 EUV技术已经成为美国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那么谈到EUV光刻机 就一定会谈到荷兰的阿斯美亚公司 它的江湖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阿斯美亚是全球唯一生产EUV光刻机的公司 每台设备的造价也超过了2亿美元 已经卖出去了200多台 市值也超过了3500亿美元 那么为什么谈到荷兰的阿斯美亚公司 现如今发展的非常好 而最为关键的 它成为全球唯一能够生产EUV光刻机的企业 那么这还要说到当初美国半导体巨头 半导体的美国亲儿子 英特尔公司的误判 美国芯片巨头 英特尔对于EUV的这个技术的路线 它的商业的可行性 持续保持怀疑态度 换言之 其实好听点说叫做怀疑态度 说的不好听就是瞧不上 我英特尔是世界半导体的老大 你这个小工厂给我搞什么新的技术路线 根本入不了我的法眼 英特尔公司 我们这个过去 基本上在五六年 十年以前吧 当时我们买各种电脑 在桌面电脑时代 其实英特尔的芯片 加上Windows的操作系统 我们叫做Winter的这个架构 是相当稳固的 其商业护城河也足够宽 也足够深 但现如今很清楚的 英特尔在芯片领域落后了 这就是当初的傲慢 当初的战略误判所导致的结果 我们看到英特尔公司当年 怀疑EUV技术的可行性 于是继续选择使用成熟的技术路线 这样的一个决策 它的后果呢 就是最终被证明犯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战略失误 而这一个失误本身 不仅关乎到美国的英特尔公司 还关乎到为美国的整体的半导体 发展的方向 以及发展的水平 美国的宣发优势呢 在这样的误判当中呢 被逐渐的消耗了 美国在芯片制造的早期发展 其实处在绝对的领先地位 美国能源部 为EUV光刻机技术的研究 投入了数千万美元 那么在这样的研究过程当中呢 很明显的 早期的EUV技术呢 的确研发的难度比较大 也有非常多的挑战 包括使用高功率激光 所产生的极子外光 以及在真空当中进行精细的光刻过程 这些都需要啊 经过反复的实验 不断的去尝试 最终呢 才有可能成功 当然在最早期的时候呢 英特尔认为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正是因为啊 这样的不同的 这个判断呢 就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为了推动EUV技术的发展 阿斯美亚公司得到了它的主要客户 台积电 三星电子 以及英特尔早期的 后期的一系列的投资 那么在技术领先程度上 上面来说呢 非常清楚的台积电 就利用EUV技术 在2018年左右 首次在技术上超越了英特尔公司 成为全球领先的芯片制造商 那么想一想 2018年到现在 也就仅仅过去6年的时间 而且关键的是呢 这中间还有3年多的时间 是疫情期间 可见啊 英特尔方面 不断从战略主动 转为战略被动 甚至现在面临成为这个台积电和三星半导体小弟的命运 那这个结局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美国在其中的影响是很清楚的 技术上的落后对美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因为台积电它不仅是为美国的公司服务 也像呢 很多中国的企业服务 最早期华为的Mate系列的手机 所搭载的海思芯片 很多先进的制程呀 都是华为和台积电一起研发 然后由台积电为华为来代工生产的 包括Mate40 Pro当中所搭载的5纳米的芯片 可以说呀 华为海思的芯片设计能力 对于台积电早期啊 这个获得这个芯片的订单 不断投入研发 获取先进制程 其实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眼见着台积电和中国的半导体公司 中国的大陆的芯片设计公司之间 合作越来越广泛 那么美国方面自然是坐不住了 于是乎呢 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这一幕 美国施压荷兰政府 开始对荷兰政府 以及荷兰的阿斯密亚公司 提出非常多不合理的要求 要求阿斯密亚公司 禁止出售EUV光刻机 给中国大陆 那么同时在后期呢 这个DUV光刻机的中高等级的 也不许卖到中国大陆 那么直到最近美国方面 还在施压荷兰政府 施压阿斯密亚 甚至连后续的维修服务 保养零件更换 通通不许做 目的很清楚 就是为了遏制 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 那么从资本市场上来看呢 很清楚的 由于在EUV技术上的重大失误 那么英特尔啊 现在真的已经成为了 半导体界的一个小弟 它的市值呢 也远远落后于台积电和英伟达 这两家公司 因为采用EUV的技术 而市值大幅的上升 而英特尔公司 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节奏 眼见着商业市场的格局当中 这场战争已经败下阵来 正所谓商场如战场 英特尔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英特尔的新任CEO基辛格认为 认识到了对EUV技术的误判 使得英特尔面临巨大的损失 现如今英特尔方面大规模的调整 而且计划大力支持下一代的EUV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啊 这个高数值孔径技术 但是呢 我们说英特尔公司此刻的转变 恐怕已经为时已晚 从这件事情当中 我们也能看到 一个技术路线的决策 对于国家竞争力和全球市场格局 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其实同样的案例 我们也可以放在中国 在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 非常正确的决策 从而现如今我们看到 中国的所谓智能制造 中国制造 中国高端制造的新三样 电动汽车 这个新能源电池 以及光伏产业 那么中国过去 所能看得非常清楚的 一种战略布局就是呢 全世界面对着极端气候 面对着减碳的压力呢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企业 都必须做好减碳的这个努力 减碳的工作 那么中国方面呢 也做出了正宗的承诺 要达到碳这个碳排放的 一系列的标准 最终实现所谓的碳中和 那么来保护 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保护我们的大气环境 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战略判断 所以在产业格局上呢 进行了全方位的布局 所以中国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 电动汽车 新能源电池 以及光伏产业 什么分能呀 水力发电呀 这个太阳能呀等等 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技术呀 是独步全球的 无论是规模 还是中国本土的市场 还是现如今的光电 效率的转化等等这些 每一个技术细节呢 那么中国方面都取得了领先的江湖地位 那么正是由于这样的一场布局 现如今呢 我们看到中国的电动汽车 有如雨后春笋一般的快速发展 这背后呀 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终端整车品牌 还包括里面千千万万个各种零部件 从电池到芯片到整个的啊 甚至玻璃啊 甚至它的这个所使用的材料啊等等 那其实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呢 就是一个标志 我们所说的中国汽车 如果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呢 能够卷出来的话 那么放眼全球恐怕也就真的没了对手 也就说明呢 中国汽车市场呢 是一个高度自由竞争的市场 在这个市场当中呀 大家你有本事就来耍一耍 对吧 耍不开 哎 那你就败下政区 再换人上来玩 这就是当下中国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基本情况 那无论怎样吧 我们看到一个顶层的技术战略方向的选择呢 它所产生的这些深远影响 而我们所说的啊 这个英特尔公司 以及美国的半导体研发路径的选择 就使得先如今和阿斯美亚公司合作的台积电 以及三星半导体 那么处在领先地位 而英特尔公司过去所瞧不上的 EUA的光刻机技术呢 现在正是他所看不起的这些技术啊 把英特尔公司打趴在地上 同时我们看得也很清楚 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一旦处在落后的位置的时候呢 就开始完全不管不顾了 什么自由经济啊 什么这个契约精神啊 什么签的合同 大家要履行啊 更不要说中国人所强调的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那根本就谈不上 所以呢 非常清楚 在过去美国的半导体眼看着被日本的东芝等等这些 还有尼康 还有迦南 这些企业所超越的时候呢 就逼迫日本不仅签下了 我们说的广场协议 还签下了美日半导体协议 直接让日本方面不可以发展先进的半导体 从而让日本不仅是所谓的失去的30年40年 而且呢是半导体停滞的30年40年 所以才会出现今天的格局 韩国有了一个三星半导体 中国台湾有了一个台积电 而荷兰呢 有一个阿斯美亚公司 而日本曾经的半导体科技巨头们呢 纷纷都陨落了 但问题就在于 即便是其他的公司起来了 这些公司本身啊 也并没有在美国生根发芽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美国现如今为了维护其自身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或是所谓的江湖老大的地位呢 那么美国方面所采取一系列的 这种半导体的小院高墙 科技的保护主义政策呢 其实根本就起不到根本这个决定性的作用 它当然会对中国的芯片自主 科技自主 芯片产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干扰 但是呢就本质上来说 最终还要看你的研发实力 而现如今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 华为的709000S 709010 以及深腾系列的AI芯片 一再的推向市场 其实呀答案都已经揭晓了 对吧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 根本就堵不住 那只不过就是接下来只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中国的5纳米3纳米 以及先进的光刻机 究竟是今年做出来 还是明年做出来 亦或是后年做出来 仅此而已 时间而已 而且这个时间呢 也不会太长 所以啊 美国的这些做法呢 我个人认为 还并没有从战略格局上 来做总体性的规划 而只是战术上面呢 给你造成一些骚扰 那这样的骚扰本身呢 在我看来 意义根本就没有那么大 当然 这场全球的科技之争呢 我们还会持续的观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感谢观看